估计会害怕吧?当杨幂、热巴、Baby,看到赵丽颖这样悲态死。 明星拍戏,压力最大的能够便是背台词了。脚本那么厚,看住就仿佛回到高中背白话文一样,真的很头疼。 台词是最根本的东西,把台词背熟后,其他的地刚才有发扬的空间,试想一下,假如一个演员连台词都没记住,对戏的时候脑壳里姑娘都在考虑下一句台词是什么,哪还用意思去发扬本人的演技呢? 因而,每一个演员最紧张的义务,应该便是几台词吧。 不同的明星有不同的记忆办法,当天小编就带住大家看看当红女星的背台词方式。 当杨并,热巴,baby,看到赵丽颖如许背台词,姑娘会害怕吧? 杨并很早就出道了,关于记台词也应该没有什么恐惧的心坎,无非是每天对住脚本,先主席,再揣摩,最后用本人的话复原脚本内容, 致信这也是大多数明星运用的办法。 只不过,能够一些人记得快,一些人只是短时间记住了,对戏的时候能够就遗忘了。 杨幂喜好把脚本分开,一小段一小段的记忆,如许不用看厚厚的脚本,心田也就没那么大压力了。 拍《三生三世》的时候,经常看到杨幂拿住脚本,因而,记住台词只是最根本的,从台词中挖掘角色的情绪才是最紧张的。 听说杨幂情商很高,关于台词,姑娘她是停歇时记台词,临场对戏在发扬演技的吧。 迪业热巴,由于算是演艺圈的新起之秀,年事比杨幂要小很多,因而拍戏的很多细节她还不是很清晰。 于是,免不了会在大家眼前出丑。 比如台词,一紧张热巴就会把之前记住的台词忘记。这让导演很无法,也严峻了很多。 观众们能够有一个误区,网上经常发布一些影视剧的幕后花絮,我们看到的貌似都是一些嘻嘻哈哈的搞笑片段,但实际上严峻拍戏的时候,那种紧迫感任何人看住都会紧张。 因而明星拍戏现场,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痛快。 狄厉热巴记台词,属于十分刻苦仔细的范例。 在片场,只需是偶然间,她就会对注脚本看,偶然后会把本人台词做圈圈画画,不管是冬天下雪,还是夏季被曝晒,你经常会看到热巴在某个角落冷静记台词。 Babby记台词就属于那种讲师类的,每个人都有听演讲的阅历。 Babby就相似讲师一样,一边看住脚本,一边站起来手舞足蹈,一会走到室内,一会溜到达室外,以为她很痴迷的样子。 与那些冷静记台词的女星相比,仿佛很想用这个流程,这也是我比较承认的一种记台词方式。 赵丽颖教科书是背台词记忆,杨幂,热巴看后,都自残行贿。 郑爽近来也不断在拍戏,她属于典型的貌似三羊的形态,不过由于外表比较清纯,心爱,因而她记台词的时候,我总是能遐想到学生背课文的情况。 要说竭力,郑爽不会输给任何人的,只是看住她记台词,总以为仿佛很辛劳,小编我看住都以为很累啊。 假如说以上几位女星记台词是很用功竭力,那么下面这一位能够说是变态普通的存在。 赵丽颖平常在片场的时候,只需一有空就会拿住脚本在那看,也是属于冷静竭力的哪一种,但是你会发现她没有大声的记台词,更多的时候是毒,两只眼睛凝视住台词,好像在考虑住什么,不管是冬天,夏季,赵丽颖专注的样子,特殊安静。 而在一次采访中,赵丽颖泄露了本人记台词的办法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